我利用一点小空档给大家聊一件事情 两件事吧 第一个 我上一期的节目给大家做这款RC 然后呢 它的这个小腿 我曾经说它的这个脚底板 接地不是很好 那是因为呢 我玩的时候 拍影片的时候 它腿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两侧的腿 不太一样 这个腿的小腿后面这个的话呢 是可以往外拉出来 但是呢 要很用力啊 才能够把它给推出来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如果要用力才能把妹子的小腿打开 那这个就不算整服啊 所以 反正有人跟我提啊 我就把它 跟大家提一下 这样子一来 这个玩具的分数就更高了啊 站立性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我想 顺便闲聊一个蛮无聊的 也不能说蛮无聊 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机会教育一下 大概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也有发在我的 微信的朋友圈 然后 脸书上面我也有发 大概就是说 台湾有一个网拍 就是露天拍卖 这网站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上面用啊 因为它已经逐渐被虾皮取代 那露天上面呢 我有一个某某产品 假设这个东西啊 我挂在露天上面已经挂了三年 2019年吧 什么时候挂上去的 然后已经很多年 没有到露天去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 呃 今年的年初 还是去年年底 就是2021年左右的时候呢 我在虾皮就卖掉了 那变成说呢 我露天上面的这个卖场 其实它已经没有货 它是空的了 但是呢 我就一直没有去整理露天的网站 我就没有去去把它给下架 甚至我根本就没有登录露天 那导致于说呢 在上个礼拜五 今天是礼拜 今天是礼拜五 然后大概是上个礼拜四 还是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突然有一个人呢 跑去我的露天上面 去下标这个东西 那我当时收到一个 跳出来一个通知 然后就是有人买了我这个东西 那因为我心里面知道 它呢 在虾皮上面已经 某年某月已经把它卖掉了 所以我的露天上面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于是呢 我就直接 我毫不犹豫的就直接点击 我因为缺货的关系 所以我要跟你取消交易 我就跟这位先生说呢 我没有东西给你了 我要取消交易 那 结果呢 没想到说这个人呢 他又发了一个讯息给我 他说他已经汇款完成了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想说 呃 各位知道现在都是第三方支付嘛 就是说 买家呢 虽然付钱 但是这个钱呢 是进到网站这边 那我这边呢 必须把东西跟这个 双方交易完成之后呢 互相都通知系统说 我们已经完成交易 这个钱呢 才会拨到我这里来嘛 那我就想说 那我反正我都已经提出说 我要取消交易了 那这个事情应该就 就没有我的事了 结果没有想到呢 露天的系统呢 他是比较 就是他是有一个比较老旧的一个系统 就是说他是没有第三方支付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买这个东西的这个人呢 他是在下飞要完成之后 这个网站的系统呢 就告诉这个人 我的这个邮局的账号 所以这个人已经把钱 汇到我的邮局里头了 那我是到了大概礼拜一 早上八点多 我到邮局去 我去刷我的存责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哇靠 真的多一笔钱进来 那表示 那表示说这个人的钱 已经到我的户头里头 那这个时候我就很紧张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东西给你 所以我知道怎么样 我在当下 我就透过这个路线的系统 我告诉这个人说 我没有货了 那你账号给我吧 我要退钱给你 结果这个人呢 在我要回他讯息的时候呢 他已经先发了一个讯息 给我 什么时候发了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去登录路天 这个人就是说 为什么过了两天 我没有回应他 然后他告我诈欺 说 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一定要出货 我跟他说 我就没有货给你啊 他就说 不管你已经收到钱了 你要货给我 不然就要去法院 告我诈欺 那好 先不要笑他 因为这个 首先你要知道 在这个对话记录里头呢 我有明确的表示说 我没有货给你 请你把账号给我 我要退钱给你 但是对方认为 我已经收到钱 所以东西必须要发给他 不然就要告我诈欺 那么呢 首先我要讲一下 我们自己有责任 第一对方是完全照流程下标付款 所以我的确欠他 我的确欠他一个这个东西啊 我确实需要出一个这个货给他 但是因为我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交易 为什么 因为我申不出这个东西给他 那变成说我是理逵 甚至法律上我就是不正确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怎么样 一般的通俗来讲的话 我就必须要付所谓的违约金之类 如果我们有协定有违约金的问题的话 或者是说定金要返还 然后还要加罚多少钱 问题是这个是没有 我们这一次的交易里头 是完全没有这个规范的 所以变成说 我就只要把钱还给他 应该就没事 除非他能够举证说 因为我取消这个交易 他蒙受了什么损失 但是当时是一个 大概900多块钱的模型 我不知道你没有买到 你会有什么损失 我是不知道了 而且你要能够提出 你确实造成损失 你不能说我可能某月跟你说我要取消交易 然后你去找了一个说愿意出一百万给你买的 然后你去跟法院说 因为我东西没有卖给你 900块的东西没有给你 所以你赔了九十几万 当然你要这么做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对方还是一个态度 就是说一定要告我诈欺 那我就跟他说你要告你去告吧 你照流程走嘛 反正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在对话记录里头明确的告诉你 我要返还这个款项给你 你还是坚持要告我也不知道你要告什么 他就说我都是 我都在乱骗啊 我说你自辩嘛 你想告就告 那隔了两天之后吧 他又跟我说 总而言之他就坚持说一定要出货给他 不然他就要告我 那我最后就是请自辩三个字给他 然后当时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 我看你能撑多久 我估计你撑不过几天 你就会乖乖的把账号给我 让我把钱汇给你了 那果不其然又隔了两天之后 他就给了我一个账号 叫我把钱汇回去 那有趣的是什么呢 这个人在嘴巴就很贱 我没有看过这么不要脸的人 他就说 我记得我是下午三点钟 看到那个 他的那个讯息 叫我汇钱 但是他意思就是说 在今天下午三点半 要汇到他指定的户头 不然要去警察局 告我轻站 我觉得这个人你真是脑袋有问题 开口闭口你就要告人 动不动你就要法院见 我只能说你这种人一定是没有跑过法院的 你要真的跑过法院的话你就知道 逼不得已才会上法院 那刚好我刷这个讯息刷到是三点 那我想说好吧 就赶快把钱汇给他 其实我不是怕他 我只想要离大便远一点而已 因为这个人才是太 这个人才是 这个智商我没有办法跟他继续沟通 反正我就照他指定的户头就汇回去 那我讲个有趣的例子 他汇来的账号跟我汇回去的账号 不是同一个账号 不是同一个账号 那无所谓 反正我已经汇过去 我照你的指示汇过去了 那我自己推测这个人应该是 他应该是要转手 我估计他是买了我的东西 他可能要卖给下一个人 所以他才会一直急着要我出这个货 所以我退的钱 退到不同的账号上面去 好不管 这个事情 有没有什么值得跟大家说的 当然除了我个人的抱怨 还有嘲笑一下这个人的智商之外 就是说 第一如果说各位你有那个网拍 上面的你已经很久没有去经营 然后你上面还有一些 商品的贩售的这个 这个卖场还挂在上面 大家有空呢去整理一下 不要遇到像我一样 就是太多年没有去经营 然后没有想到就 遇到这种状况 人家跟你下标硬要叫你出货 然后你最后还要稍微去跟这种人稍微周旋一下 虽然我压根不怕这个人 但是就大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第二个就是我也体会到说 原来第三方支付 是真的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以前总觉得说 如果双方买卖交易 你这个买的人 你钱直接进我的户头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因为第三方支付的这个便利性还是存在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 不要动不动就提告人 因为这个人在知道我没有货给他之后 他立马就撕破脸 立马就翻脸 那种态度 让我根本就不可能 愿意跟他有什么交 交继续的交易 有趣的是什么 有趣的是什么呢 他一直叫我要出货给他 我只能讲一句话 我们双方已经没有任何信任基础了 你还要跟他完成交易吗 我今天如果我真的今天去 去调到货去 真的去生一个来 我寄给他 我都不敢保证他是不是会乖乖的说 OK东西我收到 他搞不好就把你东西弄坏 然后又说少了什么什么什么 我对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信任基础 他也就直接冒我是 就直接说我是诈欺犯了 那你还要跟我交易 我觉得你这个人逻辑有问题 为什么 你都已经认定我是诈欺了 那你还要强迫我出货给你 我记一盒 对不对 我记一个空盒子给你 对不对 就记一堆浪子垃圾给你 那你东西不得你退回来而已 那我就说 那我们就是取消交易而已 我没有 对不对 我有一百种方法可以对付你 我不知道你这种人在 你在嚣张什么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懂这种人在 在把握什么 然后大家就说 在这种对话记录里头 我也没有对他讲任何的 恶言相向 就没有了 我就是说 你要告你就去告 怎么样 你也不要跟他恶言相向 因为我们确实 我的问题就是没有货给他 我没有办法履行 这个交易 就这样子而已 那就给各位小小抱怨一下吧 顺便就提一下 这个RC的腿啊 顺便跟大家聊聊 这个没有什么营养的故事啊 大家就是听听看啊 就这样子吧 谢谢各位